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呢 咱们做一个升级案例 就是基于刚才打印一条横线的代码 咱们实现一个函数嵌套形式 打印多条横线 那么所谓打印多条横线 就像老师下边展示的这张图片一样 是不是打印了这是五条横线 那怎么做到呢 我们现在 一定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老师我不用函数嵌套 直接就用一个循环 不是也能执行这个代码 执行这个效果出来吗 对不对 但是啊老师说 我们现在要练习的 是不是就是函数嵌套调用 对不对 咱们来看代码啊 第一步定义一个函数 是不是打印一条横线 然后呢定义了一个print lines 这个函数 并且定义了一个number形参 形参的话 是不是就是接收真实数据用的 将来传入的数据是五 那么此时print lines 里面的number形参 值是不是就为五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来看啊 当我们print line 缩近的地方 书写的代码 同学们大致一看 是不是就是一个while循环 这个while循环 由i去控制 初始值是零 结束值是五 并且每次增量为一 循环执行的代码是什么呢 print line 这是不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谁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打印一条横线 所以同学们想一想 我们的i的值 是不是从零取到 零一二三四 是不是取不到五 那也就是说 我们循环执行了几次print line 这个函数的调用 五次 所以是不是就打印了五条横线 那么接下来 大致分析了一下这个代码之后啊 咱们自己回到pchm当中来 咱们把这个代码呢 去实现一下 好 同学们 跟着老师打开pchm 在pchm里面 老师先把这print line 这一道横线的函数调用 先把它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呢 现在我们来右键转一下 同学们来看啊 控制台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打印了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干什么呢 在这个位置啊 同学们注意了 第二步代码是不是就有了 我们要函数嵌套调用 干什么呢 实现多条横线 对不对 多条横线 怎么做到呢 是不是定义函数 比如说多条横线 我们就叫它为print lines 并且呢 来一个行猜number 将来用户要几条 我们就打印几条 是不是就行了 那怎么办呀 是不是我们要循环 调用这个函数 那所以初始值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0 然后接下来well循环 小于小于number 对不对 循环调用什么呀 是不是调用这个函数 即可完成一条横线 所以我们调用print line 并且保证i 是不是要加等于1 才能从0到5之间 是不是取增量为1 那就是01234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代码写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print lines 这个函数就要调用了 传入一个值 比如说是5啊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 咱们右键run 同学们来看 5条横线 是不是就实现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 我们这个代码实现完了之后 同学们 跟着老师一块回到笔记当中来 咱们做一个回顾 做一个分析啊 打开笔记 同学们来看啊 我这是一条横线 那么我要打印5条横线的时候呢 不是把这个代码复制 粘贴5遍 或者说调用了5遍 而是干什么呢 嵌套 在一个函数体内部 是不是嵌套调用了一道横线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只写了一遍 一条横线的调用 并且由循环控制它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实现了 我们的多条横线的一个打印 对吧 我们是不是并不需要 复制这个print很多次 也不需要复制 这个函数调用很多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在一个函数里边 嵌套调用了一个函数 并且配合循环 实现了我们多条横线的一个打印 那么这是不就是函数嵌套的 一个好处的一个细微体现 什么体现呢 是不是 哎 减少了我们打印一条横线 这个代码的 或者说重复调用 或者说复制 对不对 好 那么功能实现完了 简单稍微了解一下 函数嵌套调用的这么一个好处之后呢 老师把这个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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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